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咱们前几天做节目关于恒大暴雷的话题 说这第一季应该是结束了 现在第二季应该是开始了 特别是昨天关于城市化债 六个省市都开始出各种各样的方案 什么特殊再融资债券等等 就是说开始债务转移了 开始想方设法的去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 这个债它还是存在的 但是地方财政的压力它缓解了 那么可以说这第二季关于房地产开始了 这第二季应来的第一个小高潮 什么高潮呢 除了恒大 恒大咱们说了很多期了 这一期咱们聊什么 聊碧桂园 摊牌了不装了 怎么一回事 目前碧桂园有4.7亿港币债务违约了 你去看一看新闻 昨天前天的新闻还在说 碧桂园有可能债务违约 是可能将要会 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是 碧桂园4.7亿港币的债务到期不还 债务违约了 什么意思呀 碧桂园在港交所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 本公司尚未支付某债务向下 本金金额为4.7亿港币的到期款项 本公司也预期无法如期在相关宽限期限内 履行其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还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向下的 偿付义务 该等未付款项可能导致相关债券人 要求相关债务义务加速履行或采取强制行动 什么意思呀 你可以采取强制行动 我就没钱还了 碧桂园摊牌了 我就没钱了 以后也没钱还了 你要强制执行 你就强制执行吧 我不装了 恒大已经是摊牌了 许家印已经是进去了 许家印的二儿子也进去了 许家印的大儿子跑了 他老婆跟他技术性离婚 在北美搞了二十几亿的家族信托基金 也够了呀 这就是一个信号 让其他的房企 我该怎么办 我也该考虑后路了呀 要说碧桂园凭良心讲 这个保交楼啊 该努力的也努力了 是吧 但是这个形势太严峻了 最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他发了这么一个公告 也就是正式名牌了 这个钱我还不起了 爱咋咋地了 那么碧桂园这负点7亿港币债务 违约的公告一出 谁最倒霉 首先最倒霉的是哪些人 是那些买了碧桂园的房子 但是房子建一半建烂尾的那些人 那些买房的人我买了房子 我交了投期款 然后我也从银行办了多少年的贷款 现在银行每个月还在扣我的贷款 我还在还着这个房贷 但是这碧桂园的房子 它迟迟不能够交楼 我迟迟不能够住进去 就是说我除了每月还贷款 我还要在外面每月租房子住 受不了 这些人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 想跳楼的心都有了 这是最最倒霉的 但是你要说怎么去解决 你不可能说房子盖一半 我住进去吧 之前在哪里 在昆明就有一些烂尾楼 那些居民那些买房的人没办法 没地方住了 我就干脆 我就是毛皮房 我就住进去吧 那些楼梯还没有装围栏 那些居民手动搞一些木板拦住 小孩子放学 就拿着一个什么电瓶点着台灯在那做作业 打水的话 那就楼上楼下用水桶拎水 云南早两年出现这种烂尾楼 没办法 我住进去了 我不想租房子了 那么现在逼过于那些买了房子的 你看着你的房子在那里 我买了几单元几号 我看着那就是我的房子 但是建一半烂在那里了 烂尾了 怎么办 你是要搬进去住 你还是要继续租房子住 你在外头你继续租房子住 你每月你要多消耗多少成本 受不了 首先最倒霉的就是那些买了房子 但是房子还没有交楼的人 要说倒霉 不光是买房子的人倒霉 还有谁倒霉 银行也倒霉 为什么 银行的放贷款 要知道银行的贷款 它不仅仅放给那些买房子的人 我老黑我买房子了 你银行你把贷款批给我 同时币柜员他在盖房子的时候 有时候他撬动杠杆的时候 我要启动多个项目的时候 我A项目还没完工 我就拿A项目作为担保 我去找银行贷款 再去搞B项目 B项目没搞完 再去以B项目做担保 再去搞C项目 银行此时此刻也借钱给B柜员 你今天你发了这么一个债务违约通知书 摆烂了 钱不还了 银行头也大 我借给你这么多钱 怎么办 可能银行借给B柜员的钱 可能比那些银行借给那些买房的人 可能还要多 买房那些人只是一些散户 而且也不可能说B柜员所有的房子都卖出去了 如果所有的房子都卖出去了也不存在借我违约了 我钱我都借给你B柜员了 你买了黄沙水泥什么请施工队 在这里那些施工队那些黄沙水泥钢筋可能也是打了欠条打了什么商票恒大商票 不知道也是欠多少钱 这是银行他也跟着倒霉 说到银行倒霉 还有哪些供应商也跟着倒霉 那些给B柜员送料的供应商 包括送黄沙的 送水泥的 送钢筋的 还有那些施工队 他们此时此刻又有多少款收不回来 你这么一个债务约也不还了 这些盖房子的以及提供这些建材的这一批人 这一大伯人可能头也大了 我这个钱我怎么能够要回来 这是第三伯人 他们头疼 那么说完买房的银行的还有那些供货商 这三个人群他们是倒霉的 那么谁最气愤 那是上边中央 他们一看到你B柜员也跟着摆烂了 怎么着你是做好心理准备了 其实B柜员他敢发这么一个公告 他肯定是做好心理准备了 相关责任人肯定是该跑路的跑路了 该像许家印一样 在国外买那些什么家族信托基金 该买的也买了 那么有人肯定会问了 那些买房子的人把钱给付了 银行也给你办贷款了 然后那些供应商也给你送料了 你这个房子你还是盖不好 你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 这个不难理解 你就看恒大就可以了 恒大在过去这么多年 每年都会给股东去发放非常丰厚的分红 即使是财务紧张 即使是项目进展不顺利 每年年底还是给股东发放大量的分红 那这些分红得追查一下吧 前一段时间曾经做过节目 相关的工作组进驻B柜员去查相关责任人 不知道目前查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目前已经看到了像恒大这样的 人家是该跑都已经跑了 新加坡许家印名下的游艇还是属于许家印 即使许家印被抓了 他的儿子将来跑到新加坡之后 把我爹的游艇看出来让我潇洒一下 还是可以使用的呀 还是可以潇洒的呀 所以说现在B柜员也就是一个摆烂 你过来抓我吧 抓吧 我等着你来抓 我等着你来强制执行 他既然敢发这个公告 等着别人来强制执行 那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背锅侠了 已经准备好让哪些人进监狱了 我们看到像恒大 恒大金融的杜亮 还有之前在中信银行的朱家林 这两个都进去了 那么B柜员也已经是准备好了 你不管说在集团 在公司里面承担什么样的职务 肯定是相关法律法规 你来当非公司的法人 你来当非公司的法人 出事你来顶 你放心 你的家人 我给你安排到什么地方去 银行里边多少万美元 你看清楚了 这个事情你来背 张三李四王二马子 关着B柜员 我一二三 我都安排好了 几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你过来强制执行 你把这些人都抓走 他们都换天洗地的 来抓我呀 来抓我呀 其实家人早就安排好了 所以说现在B柜员摊牌 谁最生气 红色家族生气 你这么一摆烂 我抓还是不抓呢 其实像今天看到的B柜员摆烂 也能够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城市化债方案的出炉 以及各个城市 各个省会城市 像重庆广西 还有云南 还有内蒙古 搞的那一个特殊债融资债券 搞来搞去 没有等到国家放水 就是啊 中央没有拨款呢 你不放水 就是那我这撑了这几年 我撑的算什么呀 我新加坡旁 我这个城市森林花园 我还没盖好呢 我就等着国家就是呢 等着再来一波激险呢 但是国家他没有走这一步棋 他下的是另外一步棋 等来等去 没有等到国家就是 没有等到国有资本的进入 那么我这个楼盘我就盘不活了 我就摆烂了 这个钱我也不还了 来把我给抓走吧 我该准备 我都准备好了 总体来说呀 这是好事啊 后续剧情的发展呢 有可能就是说 没办法抓人吧 碧桂园各个分公司啊 该带走的带走啊 该抓的抓该省的省 然后上面再派几个人 接管碧桂园啊 这是剧情啊 有可能接下来发展的走向 要说这个房价呀 你要说一下子大崩 比方说从200万 跌到20万 跌到10万 这可能还不太容易啊 特别是在北上广深 这样的城市啊 虽然说刚需已经没有了 但是对于很多买了房的人来说 他们都不想让这个房价往下跌呀 房价肯定是要跌 但那不可能是一个跳楼式的跌 而是一个逐步的下跌 也是一个慢刀的割肉的过程 所以说现在在国内啊 买了房的那些人 如果是刚需阶层 你自己你也住进去了 哪怕说房价从2万跌到1万 你就认吧 市场就是这样 从商品角度来说 不管你买的衣服 还是买的电脑 买的手机 到了第二年 是不是都贬值缩水一半以上啊 你买了房子也是一样 既然你刚需了 既然你住进去了 你就认吧 倒霉就倒霉那些 钱交了 贷款还在还 但是房子还烂尾的 这一批人 他们是最倒霉的 也是最悲催的 那没办法 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啊 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就是一座山啊 好吧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应该说是这个关于中国房地产的第二季啊 正式开播了啊 没有关注我频道的呢 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啊 后续关于恒大呀 关于碧桂园呢 有些什么新的内容啊 咱们也可以去解读一下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